2023苏迪曼杯已经进行到了八强阶段 李子佳率领的马来西亚将迎来当麦的挑战 考虑到大马的整体实力远在当麦之上 因此男子当打 安赛龙是肯定要为队伍保住这一分的 不过本次赛事李子佳的状态十分出色 所以这一场男单的胜负还真的不好说 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两人非常经典的一场对决 这是2021年全英赛决赛 第一局两人就打得十分焦灼 安赛龙之二防守真是出色 李子佳精彩的仿击 李子佳精彩的仿击 安赛龙这个机会球居然下网了 不过李子佳同样回进了一记杀球下网 比分来到20平的同时正片才刚刚开始 安赛龙的局点居然发球失误了 李子佳的判断真准 李子佳琦 李子佳负车 Cook这一场 李子佳根 李子佳的高位济 李子佳 彼此家这种暴力杀球看得真是过瘾 安塞隆想偷个后场球 结果李子佳直接跳杀 再度追平 前面一波高强度的对攻后 双方的体能明显都下降了 护送失误后 比分来到29平 最后一分 安塞隆推后场出界 首局也终于结束 李子佳怒吼庆祝 那是一张 对 那是好 除了所謂,在這裏返了 那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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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塞隆太犹豫了 这我完全就是送分了 再来击跳杀领先到三分 李子佳形势一片大好了 淡水后厂上风云突变 李子佳连续食物 李子佳连续食物 安塞隆一鼓作气逆转拖进决胜局 李子佳连续食物 打到这回双方的体能都已经亮红灯了 李子佳也没有在盲目的跳杀 而是增加往前的突击 安塞隆这大体格受体能影响明显更大些 决胜局的进攻质量直线下滑 散光李子佳真是浑身用不完的劲 轰了波11比2的攻势 随着安塞隆再次出界 比赛也就此结束 决胜局李子佳打出21比9的悬殊比分 尖狼拿下本次全英赛的冠军 你们觉得这次苏迪漫杯再相遇 谁能获胜呢